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麼東西掉下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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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麼巧我們這邊過來 怎麼會掉下來了 水好快喔 類似像章魚的那種有沒有 又怎麼了啦 很多小孩子在這邊 所以他這裡才出過一次試 你就說很多小孩子在這邊 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 然後不敢往下走 你看那邊燈光 三樓那一樓應該在那邊 我看到你們的燈光了 對 不過我們在高處你們在低處 不過我們在高處你們在低處 如果你們在低處 如果你們在低處 沒有訊號 沒有訊號嗎 你看 沒訊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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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才還有訊號 你看沒訊號了 怎麼樣 怎樣怎樣 一直跟我招手 都來喔 來喔 一二三 山榮 山榮 怎麼了 在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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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事 什麼事 他們都不回答我啦 他們在哪兒 我們在這邊 摩天輪上面 摩天輪 我聽到有人在哭 真的 人在我 摩天輪上面 摩天輪 我太太轉了耶 我太太轉了 我太太轉了 轉 不轉 是 他是 他們在摩天輪上面 過不去 我真的沒有路啦 我過不去了 我過不到對面 你看 你等一下 我幫你看一下 可以 可以過來 從這邊小路過來 上來 可以 好 小心喔 有聲音 有聲音 我正在動耶 又動了 這 你現在會順時鐘 你現在要逆時鐘 你們看現在逆時鐘了 現在 加順時鐘 剛逆時鐘 我說錯了 有聲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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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很驚訝 有沒有 有眼睛 有嘴巴有鼻子 嘴巴是張開的 你覺得不舒服 你覺得不舒服 你噁心 在猛鬼樂園的外景VCR播放到一半時 現場居然發生台灣主持人黃安 覺得頭痛 噁心 甚至手腳病冷的奇怪現象 誒 玉婷怎麼了 詭異的是 另一旁董玉婷也開始無法抑止的嚎啕大哭 為了顧及影片播放的完整性 我們等會兒再為您做詳細的報導 我們到了 在哪裡 你們在那邊還好嗎 小心喔 小心喔 我們這邊完全說不到訊號 對 我們也說不到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聯絡 我抱歉 怎麼會這樣呢 那 品萍 你看 你看 他兩個可不可以一起感應 感應跟這裡有多少東西 你看 你看 我才剛講 風速開始變大了 我覺得今天好可怕喔 我覺得好像不讓我看 感覺很高 對啊 有 有 快點 你看他越轉越快 而且他是 又換了方向又轉 然後越轉越快 對 對啊 越轉越快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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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找不到 當品萍說今天有人從上面掉下來 真的嗎 他看到了 我們兩個下了半天 怎麼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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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蕙 怎麼了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了 怎麼了 金蕙 不要嚇我啦 金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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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啊 還好嗎 他們兩個都一直這樣子 這個很恐怖喔 對 現場感覺到那個小孩子 似真似假的存在在摩天輪的旁邊 對 你們在現場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在嘔吐啊 我不知道 而且那Walking Talking突然失去聯絡 他們在這邊叫人說那Walking Talking 兩邊都收不到 而且我們之後試了 其實是有電的 兩邊都有電的 奇怪 畢壇的房子還特別貴 對啊 董老師我想請問你喔 剛才我們在VCR當中看到的摩天輪它會這樣子晃動 那不是風吹的嗎 絕對不是的 因為我們從VCR當中看到呢 這個摩天輪在晃動的同時呢 旁邊的樹喔 並沒有晃動 是 所以我們可以證明呢 當時是並沒有所謂的風 或者說是大風 或者說是微風 對 幾乎連微風都沒有 但是我們何以見的 為什麼這個摩天輪會晃動呢 我想是來自於曾經有發生過意外的 這些小朋友的破 存在在現場 那他們是有怨氣嗎 那當然 因為它發生了意外 我想可能跟我們當時在操作遊樂的過程當中呢 可能工作人員或者說是機械出了問題 那因為這樣子的問題造成它的意外呢 當然它會有相當重的怨氣 那它為什麼這樣 是時鐘轉一下 逆時鐘轉 我想呢 它就是在對我們的現場所的人員做一個示意的動作 警告我 我想就是在一再的對它個人的怨氣喔 做一個很鮮明的表示 表示什麼呢 表示我在這邊發生了這個意外 而這個意外呢 是應該誰要來對我負這個責任 喔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 回到前面講的 這個是很有古怪的一個摩天輪 玩的時候壓死人 我拆了也壓死人 基本上這個遊樂場就相當的奇怪 已經死了好多人喔 對不對 老師 老師那那個黃先生現在還在現場嗎 對 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他現在是在等我們錄完 他就是站在後面這個地方 站在玉婷的後面這邊 我聽到後面有人咳嗽的聲音 我還想說 我們到底後面有沒有工作人員 後來我問了他們 他們說後面沒有人啊 老師 是不是就在那個方位 那您看他等一下走會跟誰走 不會 因為當然我們錄完之後 大概事情到一個段落結束以後 他再 就回到他 回規所謂的本回 好 那現在黃先生現在是在我們的現場嗎 那我們邀請黃先生以及現場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看下面一段影片 請看 小朋友 對 真的 今天真的不是故意來打 你有沒有聽到 沒有我爸 你有沒有聽到 很大聲很大聲那個鐵 你 你有沒有聽到 誰在教你 誰在教你 叫你幹嘛 你不要抱他們 不要抱 對 不要抱 對 對 對 他們也不屬於我們 對 他們也不屬於我們 我們也不屬於他們 真的 因為已經滿老舊了 所以我們還是離他遠一點好不好 所以我們還是離他遠一點好不好 好 這聲音好可怕 好吧我們現在分 還是分兩頭走好了 喔 我眼皮在跳耶 左邊 左上 走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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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就是出事的雲霄飛車鐵軌 應該是吧 不是貼的我都聽不到 但是 我是貼的我都聽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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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貼的我上去走貼櫃好了 我上去走貼櫃好了 因為沒有路可以走 往上 唉唷 小心小心 因為我一直感覺有貼櫃的聲音 可是 可是 沒有啊 其實如果說有鐵 就是有火車過來的話 床邊應該會有震動 這隧道應該也會有震動的聲音 可是都一直沒有聽到 是不是那個觀眾 打電話來跟我講 那個怪手 有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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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師 他現在已經是這個黃先生在裡面了嗎 他的控制 對 因為他 他剛剛有講 黃先生 我們可以請你 告訴我們 你現在的情形嗎 我確定是黃先生嗎 他說他 嗯 他怎麼樣 他